想法太天真了 发朋友圈炫耀 包括跟他女朋友发说我买了辆宝马车 那个钥匙刚好放在车子上 然后我就趕着试下姓名怎么样 刚好我想去派女朋友就派这个车去 刚好想用几天的 到了晚上睡到床上的时候 网上搜这个宝马车有没有GPS定位的 然后绍兴有没有这种黑车可以过户的 这个买卖黑车需要犯什么罪判什么刑 就是想把这个车子举为己有 想法太天真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